立体思维与线性思维的区别,立体思维能力,构成了创新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。 我们谈到制造业为什么重要这个话题时,都是在强调制造业有各种各样的好处。 制造业的好处不是关键,这些好处服务业也能带来,关键在于,制造业发达与否是国家治理水平的情侣表,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,直接决定了社会发展的优劣。 强化制造业,本身也是倒逼国家治理水平的一种方法,我们要来理解一个现象,这个世界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,一种是线性思维,另一种是立体思维。 对线性思维方式有很多解释,我们这里的含义是指,认为事物之间只存在单向的,局限的因果关系,看不到事物之间更多方向,更复杂,更曲折的因果关系。 如果能突破线性思维方式,建立起立体思维方式或说多元思维方式,你对世界的认识就会深入得多。 我们一直在介绍查理芒格的名著《穷查理宝典》,这本书里强调的多元思维模式,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。 这一篇就用更多的例子,进一步说明一下立体思维方式,比如,有人抱怨中国学生学英语,花了那么多时间,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却很少用到,甚至根本不用,这不是浪费吗? 看上去这种抱怨好像很有道理。 确实,很多人的工作中用不到英语,少数用到的,用翻译软件也足以应付。 大多数企业招聘时,似乎没必要考察应聘者的英语水平,学生把时间节省出来,学习其他更有用的知识,不是更好吗? 其实不然,企业在招聘大学生时,考察他的英语成绩,很有必要,这不是因为英语本身重要,或者日后工作中要用到英语,而是因为通过了英语四级或者六级考试,表明这个学生在上大学时没有荒废学业,在大概率上,他是个合格的大学毕业生。 要知道,从中学开始就有这个规律,一个学生如果无心学习,很快就会有两门学科跟不上,英语和数学。 这两门学科的特点是,落下一段课以后,后面的课就听不懂了,听不懂就更加没有学习兴趣,就落得更远,最终就是彻底放弃。 相比数学和英文,语文,政治,地理,历史等学科,情况就不同了,即使落下一段,后面的课也还能听懂,临时抱佛教也能应付考试。 大学的文科系也有类似的情况,文科水平的优劣,很难用考试成绩判断,这就容易让有些人烂于充数。 如果再没有英语考试,实际上,学生往往不是用腾出来的时间学习其他更有用的知识,而是什么也不学,混日子直到毕业。 企业招聘时,要求学生必须通过英语四级或者六级考试,不是为了英语,而是为了确保应聘者是个合格的大学毕业生。 英语合格,证明他曾经在大学里认真学习过,这样的人,在工作中也有持续学习的能力。 如果没有其他更便捷,更可靠的选拔办法,企业有必要坚持这个要求,这才是明智之举。 再比如,有人长期跟踪,对比喝红酒和不喝红酒的人,发现他们的健康水平有明显区别,和红酒的人更健康,于是有人得出结论,红酒有利于健康,这同样是犯了线性思维的错误。 当然,红酒中存在一些有利于健康的成分,但这些成分并不多,而且不是红酒独有,也许你吃串葡萄,差不多也能得到红酒含有的有利成分,葡萄可比红酒便宜多了。 红酒有利于健康的真正原因是,有条件喝红酒的人,往往都比较有钱,社会层次也比较高,人更有钱,就能拥有更舒适的生活条件,更好的医疗保健条件,更多的体育锻炼条件,更充分的健康意识,等等。 让他们更健康的是这些条件,而不是红酒。 再举一个例子,花大价钱买学区房,让孩子进入好学校,这是孩子日后学习好的原因吗? 孩子学习好的真正原因,可能是愿意花大价钱买学区房的家长,都是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人,他们往往本身也比较优秀,这种家长会在各个方面督促,帮助子女学习。 所以,学区房只是一个表象,让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更好的是这些家长经年累月的努力和关心。 美国的精英,包括大企业高管,政界军界高官,上大学时往往都是大学体育队的主力甚至队长,这是否说明体育水平对管理企业,政府,军队很重要呢? 比如,是不是篮球投篮命中率越高,做企业决策时就越准确呢? 当然不是,这些人在大学体育锻炼中得到的,不仅是强壮的身体,更重要的是团队协作精神,吃苦耐劳的品质,直面竞争的勇气等心理特质,帮助他们日后成为精英的是这些心理特质,而不是体育运动。 在国家层面上,也有类似的现象,中国体育长期奉行举国体制,因此在奥运会上成绩出色,名列前茅,不少人对此不以为然,认为竞技体育无关人民生活,只是个虚名,国家为此花费大量人力物力,实属浪费,这恐怕也是一种以线性思维思考的结果。 举国体制,从体育发展来看当然有其弊端,但从一个国家整体的角度看,这证明了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团结一致,集中资源,战胜他国的能力。 有这种能力的国家和没有这种能力的国家,区别可不仅在于竞技体育,还会表现在方方面面,有能力把竞技体育搞到世界第一的国家,当他们把这种能力转向工业化,普及教育,发展国防,维护治安的时候,多半也能成绩匪人。 相反,有些国家在奥运会上成绩尴尬,但他们似乎也没有因为节省了国家体育经费,而在其他方面表现更好。 可能更符合事实的描述是,这种国家做任何事都很费劲,即使是他们非常想做好的事情,也往往无能为力,束手无策。 我们这一篇比较了线性思维和立体思维的区别,线性思维方式的危害有两点,首先是容易让我们陷入局部,不能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世界。 更重要的是,陷入线性思维的人,其实是在和计算机竞争。 在计算机飞速发展的时代中,计算机对知识的采集、储存、检索能力,人类早已望尘莫及。 但人类的一项独特能力,计算机暂时还无能为力,这就是立体思维在分散的,看似无联系的事物之间,洞察深入,隐秘,内在的因果联系。 这种立体思维能力,构成了创新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,它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。